應眾現行的移民法規定 如果是跨國境的婚姻媒合 一律是禁止對家行為 法官在審理相關案件的時候 就質疑是有違憲之餘 就申請示現 那法官會議在今天做出了 四字八零二號解釋 宣告全數核顯 關鍵自搜尋婚友社 出現各類國內 角有資訊替人配對另一半 過程中更收取契約報酬 也就是俗稱的中介費 但若是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則應移民法規定禁止對家關係 否則將開罰最高一百萬元 有法官在審理相關案件時 對此提出疑慮申請示現 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二十六號 做出四字第八零二號解釋 宣告全數核顯 相較國內婚姻媒合 大法官認為跨國境婚姻媒合 容易發生人口販運 物化女性 商業化婚姻等情形 更牽動人口移民 因此一定限制能追求正當公共利益 所以移民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跨國境婚姻媒合 不能有契約報酬核顯 而移民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若有契約報酬可開罰二十到一百萬元 也應有行政法可減輕 也符合憲法保障的人民財產權 只是看在跨國婚姻媒合協會眼裡 卻是限制重重 另外根據移民署統計 近五年來的跨國境婚姻人數 共有九萬三千八百六十一人 分別為2016年的兩萬零三百五十九人 2017年的兩萬一千零九十七人 到2020年有一萬零五百八十一人 以中國越南印尼為大宗 而這回大法官也指出 跨國境婚姻媒合本身是件好事 雖然跨國境婚姻媒合的居間人 對報酬沒有請求權 但若是對方主動給點心意 並不涉及觸法 記者傳訊陳昌維台北報導